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BM Racing的Parker 那么很多小伙伴相信已经收到了这一台全新的BMRX EVO 2.0了 那么对于一些朋友呢 然后我听到了一些朋友的反馈 就告诉我呢 他们收到的already to run就是ARR版本 之后呢 然后发现还是比较去难操作 那么我就针对来这一个问题的话 然后来跟大家去解答一下 当我们收到一台ARR版本的时候 应该如何去进行好每一步来做好下地的准备吧 那么当我们收到这台车的时候 因为这台车的话 然后它里面是没有遥控器和接收机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一台车子 然后一台遥控器 然后还有遥控器的接收器 然后还有一块充好电的电池 我们的电池的插头记得不要搓拉 然后呢 那么我们打开包装之后了的话 我们先把说明书可以先放在旁边 然后车壳也放在旁边 然后这些里面的设定卡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旁边 然后拿出我们的车子出来 拿出车子出来之后呢 我们来解开下面的锁带 那么解开下面的这些锁带之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了一台这样的一个车子 那么这个车子呢 大家已经看到了 上面的话 我的陀螺仪 舵机 然后马达 电条 都是已经装在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第一步呢 我们就先把接收器给它装上去 接收器的话 建议大家去选用这种 相对来讲会厚度 有一定厚度的这种双面胶啊 有一定厚度的这种双面胶 它可以起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一个绿阵性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双面胶先给它贴上去 我们粘在陀螺仪旁边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装上了接收器 装上接收器之后呢 我们把这三条线拿出来 第一条线呢 就是我们电条的这一条线 我们看到接收器上面的会有一个标识 如果你的接收器的话 然后只是一块电路板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那么就看一看说明书 然后来去辨别一下 是哪一个通道啊 那么我们把电条的这根线 就是后面的这个东西 电条的这根线呢 我们插在第二通道 CH2 这个标识是CH2 我们插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陀螺仪上面呢 会出厂就已经插好这边的插头了 那么会有一条三根线的 和一条一根线的 我们把三根线的这一条呢 插在我们的CH1的通道 然后一根线的 我们插在CH3的通道 那么我们的接收器就已经插好了 然后插好接收器之后呢 我们拿出我们这个袋子里面 条陀螺仪 它会我们会赠送了一个这个小螺丝刀啊 将我们的这个陀螺仪的话 里面的这个中间的这颗旋钮 逆时针旋到最大 逆时针旋到最大 当你轻轻的啊 转不动的时候就不要再去转了 然后有一些哥们的话 然后洪荒之力一下子 把这个东西给他拧了720度 发现哎老板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一直在转 那肯定是拧过了啊 然后这边这个AJS逆时针 就中间的旋钮给他拧到逆时针 拧到最大 然后最左边的PCA的这个旋钮 顺时针给他拧到最大 这时候的话我们陀螺仪的一个出厂参数的话 就已经是重置好了 那那么第二步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个接收器的一个对比 我们先把电池拿出来 然后电池仓 往上这么一掰 从侧面给他插进去 然后再一装进去 他就已经可以很紧的可以卡在上面了 然后呢 我们把电条上面的这个插头和我们的电池 连接到一起去 连接到一起去了以后呢 我们第一步先打开遥控器啊 第一步先打开遥控器 然后我们按住接收器上的按钮 按住接收器上的按钮 打开电源开关 好 这时候看到我们的接收器在快闪 不同的遥控器 它的对平方式都不同了 所以的话根据你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这边进入到对码设置里面 然后点一下开始对码 开始对码 上面显示了对码成功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把拿出来了以后的话 我开始转动方向通道微调 我这个上面叫做通道微调 我进入通道通道微调的时候的话 我保证我这个通道微调的话 是零的情况下 我这个就不是零 好了 我现在给它把第一通道给它调成零 后面所有每一个通道都一定要调成零的情况下 我们看一看 我们的方向呢 是不是在正中间 如果它偏到一边去了以后的话呢 拿出我们一个十字螺丝刀 不是十字螺丝刀 是一个1.5的一个螺丝刀 从这个位置插进去 插进去了以后的话 转动这舵机壁的这一颗螺丝 松开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把方向掰正之后的话 再给它拧紧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去用我们遥控器的这个 中立微调去调 我们能用机械 然后去给它调到中位的时候的话 这样当然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确认好方向之后的话 那么这时候 我长按陀螺仪上面的这个按钮 按到它 好了 按到陀螺仪 这个陀螺仪的绿灯 开始闪烁的时候的话 那么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解除 它的一个限位了 解除限位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假如是有限位的情况下的话 比如说的话 我的遥控器 EPA已经调到100了 但是我的方向只能打到这么大 一直往往过大打不过去了 这也是很多新手会去用到 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方向已经 我的手轮已经完全打满了 但是有些车子的话 它就只打这么多 那你怎么去给它加那个通道 然后就想让它再打多一点 它都打不过去 这是因为你的陀螺仪 已经把你的方向给锁住了 所以这时候的话 常按陀螺仪去解除它的限位 它就可以左右两边都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会可以去进入到一个通道行程里面 通道行程通常就是调我们的一个左右 通道左右两边的一个行程 那么你左右两边的行程的话 我们这台车子的话 你左右默认100%的话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 方向打到最左的时候 按一下陀螺仪上面的小按钮 然后它会蓝灯会闪一下 方向打到最右的时候 再按一下陀螺仪上面的小按钮 然后回中 等待它灯一闪了之后的话 退出模式 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是处在一个蓝灯常亮的一个阶段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的线位 我们的方向啊线位啊 这个就已经是设定好了 然后呢 再下一步的话 我们去给它设定 我们电条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中位点 电条的中位点是如何去设定呢 我们长按电条的开关 按到红灯熄灭 好 这样蓝灯的时候的话 我们遥控器再不要去操作 然后再按一下 好 它会低发出一声 然后我们长按全油门 再按一下 滴滴两声 再按全刹车 再按一下 滴滴滴三声 然后松手之后的话 蓝灯常亮 然后这时候的话 看我们给油的时候的话 轮子就已经可以去正常的去转了 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电子设备 我们下地前的准备 就已经是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么你就可以去下地 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尝试了啊 然后的话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会发现 哎 有些朋友说 我的陀螺仪 然后它会抖啊 或者是我的 我的陀螺仪应该去怎么设定啊 不同的遥控器 我建议大家的话 有旋钮都可以去绑定旋钮 没有旋钮的话 然后它有这种 比如说是两个的这种按键 往前加一个 往后减一个 这样这种东西的啊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大家能不能去理解 就举例子来讲 我拿一把 我们fly sky的这个GTP 它这里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按钮 我就设定的是 往前是假 加一 往后是减一 我们的灵敏度啊 那么灵敏度的话 我们去绑定到一个旋钮上 那么这时候 需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我先把车子关了 需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们这个单独的 陀螺仪的单独的 这一条线的话 这一条 这一条线 就是我们的灵敏度的线 当我插了这条线之后的话 我第三个旋钮 这个感度这个旋钮的话 它就没有用了 那么我这个时候的话 我把这条线插上去以后 插到第三通道 那么我要绑定旋钮的话 我也是会把这个旋钮 给它绑定到第三通道 那么有些朋友说 我怎么调这个旋钮的话 然后发现没有用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要去检查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陀螺仪的 这一根单线 你的陀螺仪的这一根单线 是否有正常的插在了 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上 假如你插在了第四通道上行不行 或者第五通道行不行 也可以 那么就需要你遥控器上面的话 把对应的按键绑定到你的第四通道 或者第五通道 就是它调哪个通道 你的陀螺仪的线 那条单线 就只有一根线的那条线 就必须得要插在哪一个通道上 这样才能准确无误的保证到 你的旋钮可以操控得了 你的陀螺仪的灵敏度 当你发现车子比较推头的时候的话 当你发现我的车子比较推头 然后根本跑不了的时候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把灵敏度 然后给它调低一点 你可以适当的把灵敏度 给它调低一点 当你发现你的车子的话 然后很转 很容易掉头的时候的话 那就说明你的灵敏度的话比较低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需要把你的灵敏度 然后给它适当的进行一个调高 这时候的话 然后就没有那么过甩了 好了 那么这个下地前的准备 是已经我们已经做足了 已经可以去下地去玩了 那么这时候呢 还有会有一些疑难解答的一个问题 就是呢 很多朋友们会问到一个 就是在跑的过程当中 这个舵机 这个舵机是这样 不停的在去震动 不停的在去抖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可以跟大家去这样去说 我们在发生抖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光是舵机陀螺仪的一个问题啊 还有一大部分可能性的话 然后它的可能会非常的多啊 那么 最大的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于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转向组的一个虚位啊 它的虚位可能来自转向组 也可能来自于 舵机壁的虚位 也可能来自于球头的虚位 也可能来自于转向杯的虚位 转向拉杆的虚位 这些虚位都会有 那么我们如何去判定呢 我们就这样子 把车子在关电的情况下 轻轻的去摇动这个轮子 轻轻的去摇动这个轮子 你看 现在的话 我这个虚位是属于非常非常小的 如果你变成这样子了 已经可以这样子去摇动了 它是百分之百会抖的啊 那么就需要大家去进行一个检查 那么对于咱们这台车子的话呢 我们的检查方案呢 就是在这里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转向组 转向组这个位置 它如果要是松了 那么这一颗螺丝的话 阿克曼的这颗螺丝的话 我们就会前后 它就会一直在动 那么这时候呢 拿出我们的BM的小扳手 插在这颗转向组的螺母上面 然后拿螺丝刀从上面给它拧紧 就可以了啊 另外一个呢 我假如舵机壁松了 就同样也是 跟我说的调中卫的方式一样的 多把螺丝刀从前面插进去 插到这个舵机壁的这一个 这一颗螺丝这里的话 然后把这个舵机壁螺丝给它拧紧 也就OK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上百币啊 上百币的话 很多朋友们啊 说哎我收到手了以后的话 然后我发现这个上百币 非常非常的虚 那么上百币虚的话 那么就是拿出一个十字的螺丝刀 拿出一个十字的螺丝刀 从这个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个位置 从下面伸过去 我从这边看吧 这边看可能会清楚一点 有看到吧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调节块 上百币的一个调节块 我们把这个调节块松了以后的话 用指甲去顶住这个调节块 就是这个最小的这个紫色的这个东西 用指甲去顶住它 然后再重新再去拧一下 给它紧固了以后的话 它就不会再有虚位了 看一看 它是完全不会一点点虚位都没有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转向组虚位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陀螺仪的一个设定 在我们的说明书里面啊 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配件包里面呢 会有一个陀螺仪的这样一个说明书 那么如果要是你要去调到一些高级功能 比如说中间的这个防抖按钮呢 然后还有左边的这个手轮介入笔按钮的话啊 提前看好说明书 然后去调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一个参数设定 这个才是最重要 然后呢 当你假如我们用到一个我们的专业版的一些玩家 它的舵机的话 可能是一个全金属的舵机 它如果要是还要是会抖动呢 那么就可以进入一个舵机的设定里面的话 然后降低舵机的力量啊速度啊这些东西 把它的速度慢下来就不会了啊 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抖舵的一些处理方式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忘记跟大家说了 就是我们抖舵还有一个呃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们的地面尽量的保持它干净 不要有一些起伏不平啊 如果要是出现一些起伏不平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剧烈的抖动 好了 那么我们的一个入门的一个 就是我们关于一个ARR的一个入门教程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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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